我們的記招開始了 首先多謝這麼多的傳媒朋友 留守在公民大臺等待我們 大張國界商討日的討論結果 今天這個記招 我們首先會講一下 今次我們的過程和順利 以及我們都會講一下 今天討論的結果和一些討論的內容 另外我們都可以讓傳媒朋友問一下 就是我們不同的常委 就是不同的參與的院校的意見 以及他們中間的過程 首先我想代表學聯公佈 其實今天的大專學界商討日 是順利完成的 而且過程十分順利的 因為今天超過七百名的同學 參與今次的大專學界商討日 今次的討論過程是相當成功的 因為同學的而且採取一個很深入 以及很多元的討論 還有我們看看 其實今天的討論裡 其實的過程和結果都相當完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表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知道 學界已經積極去投入這個正改運動 因為其實今天的大專學界商討日 已經令到大專生這個學界 成為暫時去參與正改運動的最大的持分者 亦都是最大表明立場的界別 所以我們有信心 日後 學界的行動 將會 也是推動正改運動最重要的能量之一 今天的討論結果 是絕對中立和絕對平實反映的 因為其實我們所有的討論結果 都是會由中立的速度員去簽署 去確認一個同學的結果 所以這裡的取向絕對是一個很中肯的取向 另外就是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最基本的數字 其實我會交給副比書長楊正妍 去跟大家去再解答一下 其實最基本的數字都看到了 在我們的議程裡面 大部分原則性的問題 其實同學都是偏向支持的 但是另外 這個小小的位置 他們是未有共識 包括可能他們會談及到一些 可能是公民本身身份的確定 他們可能會討論一下 基本法關架裡面的這些東西 一會兒副比書長楊正妍都會說一說 另外其實 其實有同學也都在過程當中 討論到有關學聯和柔平佔中之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解釋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十分認同 就是和平佔中運動這個雙討式民主的過程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過程 帶回整個大專學界 讓學界的同學可以參與到 整個政改運動的很重要的決策 所以其實這次學聯和學界的決定 全部由同學決定 所以這方面我們絕對肯定和平佔中的運動 但是其實我們也都給同學 今天的議程裡面 討論一下究竟公民抗命的合理性 一會兒看結果 都會見到同學其實的偏向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們未來都會繼續加強 如何營業更大的學界立場 以及日後仍然會更多的工作 包括會議 去討論今次會議成果一議 再進一步去確立學聯普選的立場 以及和平佔中推動的方式 現在就交給副秘書長人正言 先講一下今次討論結果的分布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次我們是就六個的商討議程 由我們的同學一起討論 首先會報第一個議程 是否認同2017年行政長官 必須由一個普及平等的選舉產生 幾乎所有參加者都認為 這個行政長官是必須由一個普及平等的原則 是選出來的 很多同學都認為 香港人其實已經爭取了一個民主普選 是二十四三十年了 而香港也有能力去接受一個民主普選 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政府 去選出來的 如果這個政府去到2017年 都沒有任何的民意基礎 或者很少的民意基礎 我們的同學或者市民是一定不會接受的 第二個原則 第二個討論的議程 就是補合而平等的原則 是否同時適用在提名權 參選權和投票權那裡 超過七成的參加者 都認為這三項的權利 是必須要按照剛才我上述的原則 是實行出來的 但當然是有小部分的人是反對 或者是沒有共識的 大部分的參加者都認為 我們的特首候選人是不可能 有一個不合理的篩選是存在的 所以可以看到中央之前說 要篩選一些外國愛港的候選人 這個我們的同學一定不會接受的 而他們也認為 只要某個人是得到一定的支持度 得到一定的民意 都是應該有一個相應的機制 能夠令到這些候選人成功去出選的 但同時也有同學會憂慮 有過多候選人出現的情況 也有同學未能在公民 哪些人應該有投票權 或者哪個分體是有投票權 這些問題上是未能達成共識的 第三個討論的議程 是否認同公民提名權 亦都是在這個輿論上 是罵得以同學的議程 超過七成的參加者 是認同公民提名權這個原則 他們認為公民提名權 是能夠有效地防止不合理的篩選 也是開放和普及的體現 不過在支持公民提名權的同時 其實有不少同學都會提及到 公民提名權實際操作上面 或者可能性可能會有問題 因此會有些卻步 而他們亦都覺得這個門檻 對於門檻這個理解 亦都是非常之分數的 由這個門檻是2萬人 至到10萬人都是有的 同學在這個支持公民提名權的同時 亦都是提及其他的提名制度 例如政黨提名、雙軌制等等 都是有不少同學支持的 第四項議程 就是是否認同這個提名委員會 這個議程上 分歧相對於大了 只有一半的參加者 認為這個提名委員會是需要保留 另外那一半就是反對他要去保留 或者是沒有共識 在這個議題上 同學分歧包括有同學認為 這個提名委員會是必須要剔除 因為他們會覺得這個提名委員會 是移受到中央或者是某一份的利益集團去操控 又或者是會存有一個代替交易的情況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認同提名委員會的同學 都認為 現存的提名委員會 是必須要改革 包括就是 擴大這個委員會的代表性 令到全香港的市民 都能夠得到充分的代表 才是民主普選的表現 而第五個議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程 就是我們問同學 認不認同公民抗命 是一個合理 爭取一個補選的方式 超過八成的同學 是認為公民抗命 是值得我們去使用 並且是一個合理的方式去支持補選 大概是有一成的同學反對 而其餘的就是沒有共識 同學認為公民抗命是現有 目前的制度之下 其中一個合理的爭取方式 而他們也覺得 社會公義這個價值 是比起經濟 比我們香港的經濟 是更加重要的 也有同學認為 也提出一點點憂慮 就是在實行公民抗命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留意到一些警權的問題 也同意 需要按階段去實行公民抗命 其實在學聯 這句重新說 今次我們大諸學界商討得出來的結果 是日後 我們接下來 會推動政改運動的時候 去評價 嚴行坊間的一些方案 究竟是否符合同學所說的原則 和這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原則 所以我們接下來 仍然會有更加多的討論和會議 希望同學 就著更加確實的方案或立場 可以作出討論 所以今天 是不會一個結束 反而10月13日 其實只是一個開始 而且呼籲同學 如果繼續想影響整個 整個運動的發展 必須要像今天 這樣大張界相對的時候 說多些他們的意見 從而影響整個運動 也影響整個學界的意見 所以今天同學的討論 是十分成功和多點 亦都成為我們日後行動的基礎 現在其實都可以 再一點補充 今次今天的商討論 我們覺得是成功的 這個成功 其實是有賴於各個院校 是普通同學去組成的政改小組 以及籌辦這個商討論的小組 的同學支持 以及有一個重導人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去做出這個創舉 我們三十多年來 都沒有試過一個新的嘗試 一個商討文化的 所以亦都希望 可以在這裏多謝他們 以及給他們一點掌聲 好的 其實現在都可以進入 傳媒問題的環節了 首先 傳媒問題的時候 請大家都說出大家 是來自哪一家部門 和哪一個的傳媒 大家可以喝酒 那麼來自哪裏 請問一下 你之前開始的講到 就是説 有一個的結合 就是有個binding 就是有一個 那裏 你當時提到這個結果 公民和民 如果有七成 以遲 也有23個 有的解釋 公民的那樣的藍材是怎樣的 那裏 會不會 今次的結果 你們是何的利來主要的作為 其實現在如果是這個表格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學界大陸女同學 都是承認支持公民提供權的一件事 但是正如剛才表演所講 公民提供在細節上 即是實際政制運作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要考慮的 所以就是說 公民提供權裏面有不同的可能性之中 其實我們的入口 是會首先認同公民提供權 作為一種正確方式 但是我們怎樣去實行 怎樣去運作 都需要同時去更加討論 所以其實一切未有定案 就是我們究竟是支持哪一個坊間 有公民的方案 因為其實我們要在座討論 講臺的想問問題 首先就是700多人 你可否確認是否724正確嗎 另外就想問一下 其實724我想 對於可能整個七家學校來講 比例不算是十分高 例如學員會不會都希望 這麼多間大學 可能接下來會不會考慮 做一些更加大型的研討 或者可能嘗試去做一些 可能全校學生去投票 那種方式去就著 佔中和正來的表態 令到你們這些數據 更加有說服力 我想因為其實今天大陸議程上演 其實在一個表格都沒有反應 因為其實那裡在討論 學界來的希望採取一些什麼的行動 而那裡其實討論是十分之多的 跟我們的建議是十分之廣泛 所以其實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應該都要開一些會議 繼續邀請 特別是今次參與了相討論 和未有參與相對的同學 一起去檢視 對這些建議我們哪一個可行 即是考慮可能 不是用一個全學生去投票的方式來的 這個會是真的會繼續討論這件事 但是譬如公投的方式 絕對是任何時候 我們過往學生會 或者學生學院 其實都是採用過的方式來的 所以都不能排除這個可能 可能是假如時日 就是一些比較決策性的事項 可能是方案上 或者是和平戰中 究竟我們佔不佔這個方式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採取這個基席 但是首先我們就是要考慮當局 同學接不接受這個 同學之前的討論 先進去 我們想問回 你說有發誓和我支持 討論討論 想問回學業的立場 關於佔中 第一 要需要佔中 你們會不會參與立場 還有今天你們有向和派反意向書 收回來的意外 是怎樣的 暫時我們沒有統計這個 收了意向書收多少 因為我剛才只是統計 大家手上的數字 已經用了很多的時間 甚至最後一刻還是更新的 所以省後這個和派反意向書 那個表價我們都會公佈的 但是另外就是公民抗議的問題 如果同學 其實以現在的編量來講 他們承認公民抗議的時候 我們日後宣傳或推廣的 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去推廣 有關公民抗議不同的方式 所以其實這個方面 如果同學是肯定的時候 我們都不介意他們去說 但是也要重新 就是說的確是日後和派反意向書 他們去採取公民的事 公民抗議的時候 的確是一個個體的參與 所以關於他們參與 他們什麼的形式 譬如黃哲公的樣子 那三種的形式 一定是人透過他們自己的意義 我們學聯絕對不會就是 蔣家同學一定要參與第三樣 即是說是不方面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權力 叫做要影響同學做這些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是有誠意的同學 是支持英文抗議嗎 其實可不可以理解為是支持自己做 是支持佔中的公民抗議嗎 還有你同學 其實有沒有其他其他方案的中文抗議嗎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就是 台學是支持佔中的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都是一個佔中的 國民佔中的相當日 而同學也是明白這個 公民抗議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這個中央政府 是拋出一個不民主 不合國際標準的方案 我們相信是有很多人 是會走出來去進行這個佔中的行動 在我們收回來的表格裏面 其實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正在整理資料 其實有很多同學是有表格過一些意見的 例如會不會是一些階段性的公民抗命 可能是層次逐步逐步地提升 所以並且也是有提及到 除了公民 即是在做公民抗命的行動之外 其實也是不可以排除其他的行動 去爭取這個民主的 不過我補充一點點就是 因為現在的現階段 其實我們的同學 都可能有一些不解 或者其實有些少許的想法 就是如何實踐公民抗命 所以其實現階段的行動 是應該會以今天 學界商討論的基礎 去更加推廣給其他 未有參與學界商討論的同學 有關公民抗命的概念 亦都希望他們參與這場的運動 想問一下 剩下的那些反對公民抗命的抗承 通常有理由嗎 還有繼續生活下去 會否覺得贊成的人會多了 另外就是今天會聽一個 有約束性的具體方案出來 其實大致上那個方向是怎樣 你有甚麼底線之類 跟進一點點 今天其實我們所講的就是 約束性就是作為我們日後的評價 我們方向的原則 所以方案上 其實我們是不會出著的 因為其實還要收入 至於反對方面 其實我們都是在整理資料 我們稍後其實是會再去匯護出來的 雖然 我跟花庭的中學 雙討論 有些事情 我們不想要支持我們 其實你會覺得今次的雙討論 是可以感應到 特地老闆的學生 那些人呢 另外呢 就是給你高樓的新聞 有提到 就是 在三層面 社會公義監製 已經是有場 那一個 就是公民是大部分人 還是 公民的公民 都會有 出來的 就是 剛才那個 comment 那一個 其實在支持這個公民 comment 裡面的 港式 comment 裡面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很多學生都會提及 就是 這個佔領中環 會不會損害到香港的經濟 而他們那個回應呢 通常都是 就是 我們爭取這個民主是非常重要 我們爭取這個普世的價值 都是非常重要 而這件事呢 其實是可以凌介於 我們去付出一些少少的代價 然後換成一個更好 即是更民主的社會 那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 普遍同學都是 就是支持這個公民革命的同學 都是理解這件事 那當然 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們依然是整理資料 所以要容後再整理一個 頂存的補舖 回出去 其實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拿著這些資料 和今次的數據 就不會好像當著一把劍 或者一個很確實的立場 去同學說 反而這個速度 就是阻礙我們 用什麼去說服 和我所說的負責 去和我宣傳 有關正式的運動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會排除 就是任何 就是可能反對 這裏的意見 又或者其實對這裏 沒有共識的同學 繼續參與這件事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希望 今次的速性 就不做 就是我們實質的方向 甚至是實質的立場 反而就是我們 整個運動的方向 所以今次 其實我們的口號 就是共議學生運動 大方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找一條路 出來先讓大家走 但我們走到哪個終點 我們去到哪裏 就仍然要大家 再進一步去討論 所以接下來 其實我們剛剛正如所說 就是要怎樣更加幫他排派 去管同學 進來參與這個運動 就是這裏 還有今次 有一件事都幾可觀的 就是 在今次的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 播名的時候 都有問過同學 有沒有興趣繼續 參與這個 學界證的運動 成為組織者 和成為行動者 一部份 當中我們收獲超過 差不多200名的同學 是有意去參與這件事 所以看到 其實我們 我們接下來 都會有些會議 怎樣去給那些 差不多200個的參與者 去想到更加多的方式 和我解決 我估計這一個是 將來我們 接下來幾個月 我們不需要 深思熟悉 和我們一起討論 我想問一下 排洪委員會那裏 其實現在是 一部份 支持 和反對的同學 那接下來 會不會說 哪裏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今天收集回來的 其實即使在這個 提名委員會上面 我們見到的 同行的意見 實在是很分數 我們其實 都會按照他們的評論 譬如 他們覺得 即使有這個 提名委員會的存在 都是需要去 擴大選民的代表性 也就是說 他們認為 未來 這個行政長的 普選 他的提名制度 都是需要一種民主 並且是符合 這個國際標準的方案出來的 其實剛才同學去選這個方案 或者去補論這個方案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排舉 就說 一定是要用這個公民提名 作為唯一方案 或者是一定 只要有政黨提名等等 甚至乎有可能雙鬼制等等的方案 都有人提出的 所以我們是會就著 同學覺得 要有一個民主的原則 然後 市面上 或者是這個政府 或者是中央去拋出什麼的方案 我們就按著這個原則去評論 並且 作出一個結論 是 是 公民後 公民提名 特別留意了一些少數的討論 都將公民提名權 改成為一種直接 或者間接的公民提名權 你們 還失誠 共同學支持公民提名權 其實這個是 屬於直接 或者間接的公民提名權 或者是 這次的討論 我們都是用一個比較大的 概念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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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問今次的七百多人 他們自己報名來參加 可能他們已經有紀念立場 或者他們本身都是以來聚集結論 你們的統計數字都只是要談戴他們 會不會覺得不夠全面呢 未必可能反應到全國學界 會不會將來做一個整體學界的統計 可能向全球的人派發一些文卷 有沒有再問候的意見 如果這個時候都值得我們考慮 因為今次某些同學在議員上 都可能有談到會不會有決投票的方式 但是今天會不會說不夠反應呢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今次未去到決策性、決定性關鍵 反而是一個開始 所以接下來對一些沒有來的同學 或者反對的同學 其實日後都會有更多的討論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很忘記了 就是今次學界商討論 我們是歡迎一齊同學去出席 包括他們的反對 所以大家看到某些議題上 都有一些分歧在那裡 就是因為其實都有反對意見和同學參與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希望更多的人 更多的同學 他真的影響到整個 正中文也好或者正中文也好 或者直播文也好 各位傳媒朋友 還有沒有什麼 找場地有可能嗎? 就我所知 其實這麼多間院校在張開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問題的情況 有沒有跟校方共同? 我們是不直接跟校方共同的 當然你在預訂場地的時候 當然向校方相關的機器去預訂場地 但都受到任何的阻撓或者正常的影響 所以你們見到今天這麼多間院校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想問一下 最快你們覺得學院或者學界 最終你們自己的普選方案 是何時才可以出現? 現階段真的評估不到 因為今天確實告訴大家 聽到數字的時候 其實都正常有今次的商討 其實沒有實際的效益 因為好像是變得很穩定的 所以真是 學同學會盡快 會開始一些會議和一些導力 去比起今次的導力 還會進行進行導力 所以一切接下來的步驟 學界步驟 真是看看同學的參與成功 好 謝謝大家